IT 环保等尖端技术产业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 培养理工科人才也随之成为一个全国性课题 为此 知识经济部创造了与理工科大学生面对面 展望未来 化解忧虑的机会 记者李阿兰报道 在2001年国家科技技术创新力量评价中 韩国为于全球排满地时 韩国取得如此慧望的成绩 得益于产学研合作及集中推荐研发等 韩国科学人才的辛勤努力和不断却求卓位的精神 但是理工科学生们却面临着 由于工作满意度相对交底和基础设备 匮乏导致的优秀学生回避理工科的现象 知识经济部为了鼓励未来的理工科学生 并为他们指定方向 与下一代理工科的领导者进行了棉对棉的交流 在保卫22日举行的砍探会上 共由下一代科技领导者和知识产选领导者 组织的120位委员参加 知识经济部长官洪须瑜 作为演讲者出席会议 同大家进行了开诚布供的交流 我想说的就是在你们在对待一个人的时候 不应觉得他们会对我有所帮助 就拼命地进行讨好 而对那些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处的人 就冷眼相对 在接下来进行的打印环节中 各位参加者针对理工科出身人士的 社会产与和创业图资问题 学费问题等各领域进行了自由沟通与交流 洪长官作为我们的前辈 同时也作为一位政策负责人 他说了很多对我们理工科大学生有关的 我觉得受益费减 此次砍探会为下一代理工科领导者 提供了就业援助 解答了他们在专业方面的疑问 同时这次砍探会 也是一个能够让知识经济部了解 理工科学生们的苦恼和忧郁 都具有重要两大一无一的机会